出生于中医世家的梁应兴 对调控自身能量气场有所研究 多年前意外发现可左右手同步绘画 手稿就超过8000张 而原山绘好人文艺术空间最新一档展览 邀请梁应兴参展 主题为宇宙多维码 我希望透过我的画能够去抚慰人心 现在人心都很浮躁嘛 因为我本来是做心心灵这一块的人 我家族是那个中医师嘛 那一开始我是帮人家弄他的心体 帮他处理好心体 后来我发现其实人的情绪很重要 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 你的心体就会出毛病嘛 我又去学心心灵这一块嘛 发现我画了之后 好朋友看到之后很有感觉 他们不是哭就是说 哎呦我看到这个画我就好想回家 然后就很多人给我那个肥馈啊 然后我就说哎那做这个 我就不用去碰到人家的心体 那就可以疗愈他 宇宙多维码展览作品 由于水墨水彩及压克力颜料为媒材 而艺术作品中的文字为上古文明的符号 就像平常所见禅画中所释放出的智慧灵感一样 超越物质的存在 尤其是知道老师能够左右手运用创作画作 真的是超级的厉害 也谢谢老师将这么棒的作品 带来我们原三乡展览 更是要感谢朱馆长团队用心的付出 努力的打造这么好的展览空间 让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看到许多美好的作品 在这里一一的呈现 梁印星去年参与台北花博艺术展览 与台北影视名人艺术书画连展 而今年首场在原山会好人文艺术空间开展 展期到9月1号为止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